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扶区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43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变弹第一集Legion Class的AutoPodGS 第一集的玩具已经很久了 17年到现在 多少看第一集的朋友现在都已经是长大成人了 新智的话可能还跟我一样 都是小孩子 今天的话是12月4号 我们台南这里今天下了一场雨 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这个雨结束之后 我觉得气温又下降 好吧 那这个两个配色 这个金属配色 这个好像是日版 那这个可能是一般的美版 如果有错的话 该带给我指正 上面这个是黄化 是一个自然的老化的现象 这款模具的话 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 它的一个造型来讲 第一它是门板手 那门板手之外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门板腿 对吧 而且这个门板腿还会影响到它的可动 它这个手的话 基本上会跟这里 形成一个干涉 所以就这个可动来说的话 就是就造型来说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演出 但是它的头雕却非常的好看 这个尖尖的耳朵 还有一个水蓝色的这个墨镜 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 那背后的造型给各位看一下 背后就比较平凡无奇 后面有个脚后跟 这个脚后跟的话 是蛮不能没有这个脚后跟 不然它以这个车子这个圆弧形 它一定站不稳 但是它这个凸会在车型下变成它的一个 突出的一个怪怪的一个地方 那手的内部一样是有这个手掌的刻画 所以虽然它是门板手 但是它的内部的话呢 是还是有手臂的 那它的这个地方好像扣不紧 我扣了半天 好像找不到地方可以扣 这个也是它的模具上 让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个点 好 那我们的话呢 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被撕成两半的 绝世的变形过程 当然撕成两半这件事情 后来就变成飞过山的专利了 这两腿合并之后呢 两边转过来 做一个简单的组合 在这个地方可以扣上 扣上之后的话呢 把它这个整个部阵往前面推过来到这里 再来我要提一下 它这个手臂啊 这个两个地方 你在变形成机器人的时候呢 一定要两边完全拉出来呢 这个部件才能够转动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完全拉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手臂 就这个横杆 它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所以各位就记得啊 当然我们现在是因为从机器人 变形成车子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困扰 但是如果你是从机器人 从车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记得 一定要把它整个给拉出来 而且呢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这两个玩具来讲 这个的话呢 这个抠出来很紧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啊 好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变形再快一点了啊 这个有一个朋友呢 给我留言到说 变形金刚的精髓啊 是要玩这种Legion级的玩具 因为他觉得Legion级的玩具呢 才是一个整个部件的这种推移 是非常爽快的啊 啊 跟后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些 不管是举例来说啊 比方说像魔方啊 一片一片的啦 啊 或者是有的没有的什么内包外 什么的 他反正就是有朋友觉得啊 反正这种整块部件啊 直接形成变形金刚的某个部位的这种变法 他觉得才是真正的变形金刚 当然我这里只是分享一下 并不代表说我也是这样子的观念 我觉得吧 只要是官方有授权 即便他不能变形 我也认为他是变形金刚啊 我是处处 是处于这种观念的 好了 那这个一个车形态 那滚动性都很好啊 这个没有问题 嗯 这个以前的玩具都是有锚钉的 那这个车形态的话 就是这个上面这里啊 有一个爵士的一个胸口 还要冒出来的小耳朵 当然是比较不雅观的啦 大家就测在前方这里 这是人物的脚后跟 那这个的话呢 是已经有黄化过的版本啊 那车形态的话吧 就是辨识度还是很高啦 如果你把上面这个地方遮起来 我想大家还是能够猜出来 它是一个GS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 找这一对来自于便积钢 第一集立军克莱斯的Auto吧GS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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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